今次是塌樓事故負責地鋪裝修工程的負責人 是唯一被起訴的人 谷議署的調查報告說 事故是有外力破壞樓宇的支柱所導致 不過社印庭曾經提出 裝修工程並不是唯一致命原因 批評屋原署兩個刷樑師做事隨便 2010年1月29日下午1點多 碼頭圍到45號追這座五層高的舊樓 突然間差不多整棟倒塌了 事故斷送了四條人命 屋穴署展開近四個月的調查 報告說事故是由於那棟舊樓 其中三條支柱倒塌 先是其中一條受到外力破壞塌了 再延伸到另外兩條最終塌樓 律政司期後檢控塌樓前 正是進行中修工程家負責人朱偉榮 亦都是案件唯一的起訴人 不過死印亭曾經認為 有關的裝修工程不是唯一的原因 又批評塌樓前曾經是拆樓與結構的 兩個谷月處測樓師 收樓、收維修的標準 還要做一些科研 三樓的業主肯不肯不肯維修 不肯夾錢 一、四、六、七樓的業主肯 到時要怎樣去搞呢 例如民政事務處可能要幫他 要說服他 而政府早前宣布收回碼頭為倒塌樓現場 即45號J和附近土地 用來進行重建 避回住宅、零售和社區設施 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 並且進行中間的進行中 不用擔心 有請